F-16失联的地点 它的海底是一个峡谷的地形 虽然有收到黑盒子讯号 但是因为黑盒子为音频 所以受到地形的影响 到现在很显然在搜救上遇到困难 不过它有强调整个搜寻的范围 要缩小到周遭好像0.3海里到0.5海里之间 这个讯息我们应该怎么看 这海底的搜救是蛮困难的 因为它的水深是1000公尺 从花莲外海下去就直接到 这个海底去了 它1000公尺信号又那么的微弱 又是海底的峡谷 海底峡谷它有时候是在背山面 你在向山面的时候你可以收到信号 背山面它被档住了 信号发出来收不到 所以你定位只有单向定位 没有办法多向定位在这个地方 现在东北季风又强了 然后水下一千公尺的能见度非常的差 经常是看不到的 可能大概伸手 伸手不见五指 水底下能见度是非常差 你只能靠磁性侦测仪 感测那个地方有位置 感测那个位置也不见得是正确 因为海底也有沉船 它这个信号源 到底是沉船还是飞机 很难说 再加上飞机是钛合金 飞机是钛合金 是比较轻的 在水底 这个洋流或者海流过去 黑潮过去 也会把它吹动 现在在这个地方 下个礼拜可能移到这个地方去 到B点去了 所以这个因素非常的复杂 要去把它找到 把它捞上来 这个困难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信号慢慢减弱 最后信号发出来在这个地方 但是经过几个礼拜之后 它可能在下个地方了 所以它的位置在位移 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花莲 这个海底峡谷的地形 对找这个蒋上校的F-16的飞机 的困难度 会随着时间越来越高 等到60天之后 完全没有信号 没有电力 你没办法收到 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刚才讲到的 海底的地形的状况 那这个就是海巡署 目前的海巡署 它在附近 我们也看到 所以这一次刚才 那个王伟有提到 这个它没有任何的碎片 没有任何的浮油 飞机可能机体整个 是完整的在水下 完整的在水下 要不然的话 我们会经过三个礼拜 长海应该看到了 应该是浮上来的 总是有些塑胶 橡胶这些东西 油也会出来的 那它机体应该来讲 大致上是完整的 然后又卡在这个海巢下面 所以这方面会有困难度 我们可以在两年前的河之雨 换向两千 它在这个彭加以外海的地方 那个这样算是水 算是蛮浅的 大概40公尺到80公尺的水深 给它比起来不到十分之一的水深 它捞了捞了好久 才捞到一些长海 才拿回来在这边做鉴定 再做研究 跟非安失事原因的调查 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到台湾四周围 如果这种峡谷的地形 有很多的话 也等于提供了中国 浅见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它随时事实上可以攻打台湾 来 王定宇怎么看 我先从蒋上校的时候 就开始讲起 你看到他太太 在那边很坚强的说 不好意思 造成大家的困扰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很难过的 那我们接下来跟国防部讲说 多关心他家人 因为蒋上校全心全意 投入在保家卫国 他没有生孩子 太太一个人 面对这么大的变局 这么坚强 这么施大体 我们会担心 所以我们会关心这个搜救 我们希望我们的兄弟 都能够找回来 但是真的很难 那个水深一千米是什么概念 我先讲 我们的浅见不会到一千米 浅见的活跃区 是三百米到五百米之间 就很不得了了 在那根之下的话 那个水压很大 所以我今天问了这个 他就说 我们在那个地方 大概水深一千米 它是一个急速下降之后 有一些又上来 那原来是地震带 所以有个皱褶的感觉 它像个峡谷 你知道吗 我们派出来去找 因为那个声音 那个信号大概可以维持 九十天左右 六十天九十天左右 那目前有听到声音 但没办法定位 还有不计其数的飞机在那边绕 绕希望把它锁定一个淡黄区 大概在哪个位置 才能把这一次请来民间 他才有那个深海的装备 那个很贵把它放下去 光在后来在这边绕的时候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比 那个缆绳比我手边还粗 那个钢缆绳放下去在那边拖的时候 磨断了 那个都磨断了 就挨着那个底下地形的 那个悬崖的边边 山谷的边边 这样磨磨 这么粗的钢缆绳都磨断掉了 那还是在找啊 那第二个就是说 除了定位的难度以外 那个水流很强 水流很强而且噪音很大 所以那个背景音 你如果不是本地国 你没办法把背景音去掉的话 你会分不出来 所以你知道那个虚化这样 你现在没办法定位 它到底有没有飘移 你也无从而不得而知 所以超过500米以下深度的搜救 其实是一个是全世界 大概能做这样的动作的 没有几个国家 那现在还在权力搜救中 它一直在绕圈圈 希望绕到最后能够锁定 能够把我们的弟兄把他找回来 那第二个用这个来看待小军 就联想到这个很好的问题 就说那我旁边这么深 那共军有潜见 我们现在有四艘 其实四艘两艘是阿公 两艘是另外两艘是阿公 在这边绕 那我们这个环境到底怎么样 如果大家仔细的回去读那一天 David X 富比士 他是美国相当有名的军事作家 而且他不是写他自己意见 他还引述麻省理工学院的潜艇专家 以及2049智库的 这个台湾船舰各方面武力的 研究专家的文 他里面有一个 麻省理工学院的提到一个 很有趣的例子 他说台湾海峡是比较浅 一般来说不利潜艇运作 他说反而有利于台湾 这八艘自治潜艇运作 因为那是你的地盘 你知道那个水流量很快 噪音很大 那个背景音 也就是刚才瑞德大哥讲的 哪一国要跟我们要 我当然也不给你 因为那个背景音 可以掩护船舰的动作 所以我们反而 这个是 这个是麻省理工学院提出的这个价值 他说潜艇没有在比 那个你八艘七十艘 不是在这样比的 潜艇比的是 谁能够不被发现 你七十艘通通被发现 你一千艘码都一样 能够不被发现才是重点 所以当八艘 在我们周边环境 台湾海峡 北端到南端中间这一段 他那个噪音很大 而在东边这个海域 最熟的也是我们 我们现在不管舰荣机等等 一直在做水文的调查 老共 共军也在做水文的调查 这个环境是我们的优势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潜艇的奥妙之处就是 中共如果今天真的要派 两栖登陆舰大船团 准备渡海登陆台湾 它只要在卫星或什么 一照到港口里面 潜艇都不在港里面 我告诉你 它敢不敢渡海 都是一个问号 你的潜艇在哪里 我不知道之前 我的船怎么开 那是连船待命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的 我今天其实还问了另外一个 我们现在美方提给我们的 射程更远 加上我们自己研发 那我们的重臣贺阻 到底那个概念有没有调整 我第一次听到国防部 这个副部长 他公开讲 我也没想到他讲那么清楚 他讲说 我们以前叫做滨海决胜 就是我们决胜 大概就在台湾海峡 这边决胜部 可是因为我们自制的 飞弹各方面能力提升 动辄就300公里以上 极度到哪里 我们就不讲了 加上美方卖我们的 不管是海马市 鱼叉空射型 或者暗基型的 这个距离 推远之后 我们的重臣贺阻的 这个deterred城 已经从我们的滨海 推到敌国的境内 今天是这样讲 那这境内到底有什么价值 我们的众生加长 准备时间可以增加 另外共军集结部署的点 要往后推 所以这是整个配套的 如果我们有这八艘潜舰 照David X的说法就是 两岸军力失衡的那个杠杆 又会偏过来这边 而且这八艘潜舰 只要不在港区内 你喝到你渡海来台看看 我们又不是说这个 所以这个从一个 我们失事的战机的搜救 看到东部海域的特点 你就知道 如果台湾变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美军在西太平洋 就不用混了 我爱你 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